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2.7-3.0卡池安排 SP黑塔形象曝光 流营同款少女提醒来了 2.7召唤大幅登场 SP停运幻术化来了 至此白痴少女太香了 新虫铁刀2.5卡池即将开启 非啸铃杀之羹鸟黑天鹅 卡夫卡等一众角色也即将up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 有关于2.6卡池的新五星角色乱破也已经公布 本期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 根据最新的相关消息来看 2.7卡池的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星期日 SP停运 这两位角色在2.7登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也算是从2.5版本一直说到了2.7版本 不过目前来看可信度还是有的 毕竟两位角色相关的技能机制也都被放了出来 其中星期日是虚数铜鞋 据说是召唤物大拐 含金量很高对于后续版本 想要玩的舒服 星期日还是非常推荐抽取的 SP停运网传了几个命途版本 不过都没有确定 而在后续的3.0版本中 也提到了兵毁灭阿格利亚五星兵制食 SP黑塔 其中SP黑塔的外观形象目前来看 类似于流营那样的大号少女体型 还有可爱调皮的笑容 以及超大的紫黑混色帽 下半身算是白丝 对于这位黑塔本体少女大家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值得一提的是 星期日罗斯姑母停云的相关消息也来了 目前来看星期日有软眉那种领域技能 特效酷炫夸张 并且有黑色翅膀包围场地 罗斯姑母则是由解放状态 可以理解为简化碟 早期的元素中也提到过类似的元素 SP停云则是会幻塑化 跟莫泽一样会立场 就是不知道强度怎么样了 不过版本跨度大 保不保真就知道了 各位开拓者们还需理性观看哈 最后就是2.6云离BUS的相关消息了 简单来说就是云离BUS全程所弱点 只有持有相反熔炉属性 才会接出弱点无效 且不持有相反熔炉属性角色 攻击会被反击 这么来看的话明显的机智怪了 所以说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了 新穷铁道2.5卡池的飞销 凌莎即将登场 本毛少女乱破也会在后续的 2.6卡池和大家见面 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除此之外 2.7及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 也终于来了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就是2.7到3.0卡池角色 登场的相关安排了 根据最新的消息来看 2.7卡池会有两位新五星角色登场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星期日和SB停云了 对于两位新五星角色的定位 目前网传的消息也比较乱 并没有确定 感兴趣的开拓者们 可以期待一下后续的相关消息 而在后续的3.0版本中 还会有大量新角色登场 比如之前提到的兵毁灭阿格莉亚 五星兵制食 SB黑塔 其中SB黑塔的形象 就文本描述来看 是一位白色少女 提型类似于流营那样 对于SB黑塔这位本体 各位开拓者们 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值得一提的是 2.5版本还会有飞消 莫泽的大月卡头像新增 而在后续的2.6版本中 全程所弱点 暴死云里也来了 简单来说就是 只有持相反荣如属性 才会解除弱点无效 弱不持有的情况下 攻击则会被反击 又一个机制暴死来袭 各位开拓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